這些有沒有問題?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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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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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今天又被框圓圖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 這樣吧 對 巴黎可以不用打 那些奇奇怪怪的 我知道為什麼 吃鬼了 教委的波羅提亞 今天在家樓下沒有人唱歌 那些叔叔可能被罵了 那這部到底是什麼機? 真是職人機 你要用得好職人機 這些旋回對這部來說是沒什麼用的 即是無論是旋回也好 一槍幾打幾多也好 這些都沒有用 那這部東西呢 其實呢 基本上我們行內 即是高達界 很流行叫做炸彈人 那他自於開始就已經被人稱為炸彈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強的地方不是這 因為強的地方是這一下 那他扔炸彈 那扔炸彈這一下呢 但是基本上比這一個所謂的機關槍更強 因為機關槍其實打一段時間 你會看到 一塊水都不知道能不能打到 即是如果他滿血的話 我看看能不能打到一塊水 都未必打到 要玩手速嗎 不是啦 這個選擇位擲菠蘿 每天三都有 但是他們呢 基本上是隔位 隔一左右擲菠蘿 因為擲菠蘿有很多種擲 那機關槍就不用說了 機關槍跟平時一樣 如果你說有什麼技巧 那些機關槍可以開的話 那這部東西呢 都覺得煞停的 因為怕你一開整排斗 然後整個會爛體調 開一下會爛體調 像現在那樣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有這樣的玩法 這個可以扔聖誕老魂出來 就可以調整自己的體調 這個玩法跟這個 紅渣差不多 也就是破一下 comigo 就可以保護優比賽 再直接推,就能革下自己的體調 那就不會變得自己的體調 以前的玩法跟日本耍炸板也一樣 其實以前玩血的 以前很厲害 之後the child 沒什麼特別的 這個玩惠都不太特別 因為其實有油的時候 若果補位的話 這不是有點好 例如這樣打開後再打開這一下 其實還不到 這樣打開後那些激光槍還不到 所以其實是有點雞辣的 所以最主要都是靠這一下 有幾種滾法 第一種滾法就是平常滾,慢慢滾 可以向前滾,也可以向快滾 滾快了很多 剛才完全沒有按方向鍵滾 就會變成這樣,慢慢滾 如果按前滾,就會滾得很快 像現在這樣 如果向左或右方,就會很快地走這邊 如果向右的話,就不太麻煩 就算是慢一點,但是向右的話 就會打到左右 基本上就是捉人家左右 也是有向後的 向後的話,保護自己是一流的 意思是,如果你被隔機打的時候 他不斷撞過來 你只要他向後,按後輻射 後炸彈,然後就立刻引爆 他的特價是引爆 就可以立刻把自己砍到對面 你只扣了自己30左右 就算被人補多一下,應該是扣5-60 但是你就打了100 因為一下就差不多 8-40 114 你自己自扣30打是8-40 114也很小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紅術星聖誕快樂 支槍都不差很快 忘記了,我沒有玩 Jacky Lee你好 所以,你這部 基本上就是看他到底 他這樣站在這個位置 下一部隊是向左還是右 向前還是向後 來決定到底要怎樣 基本上,如果面對面看著他 兩邊都是破壞的話 其實他很難這樣扔得住 你要記住 而且扔完之後那一下 扔出來那一下就可以立刻引爆 就不需要再BD cancel 不用這樣才這樣 你扔完之後可以立刻按 所以你向後地 你按後再按 立刻可以炸中 看到了 炸中了之後 自選800可傷第一次 應該自選50就傷1000 自選500 現在扔中了之後 你就可以再加回回 看到嗎 這就是所謂的巴黎式的打法 這樣就完了 然後我開一下 機關槍再這樣下來 這就是他的基本打法 開一下槍之後 就算他有咬柴槍 其實他可以這樣下來 可以這樣下來 可以這樣下來 還有你射射一下之後 你也可以用這個後格 就是聖誕老人 然後你自己去看 這樣就這樣 咬自己去看 也可以 聖誕老人好像沒有用 但其實是很有用 如果遇到聖誕老人 遇到聖誕老人的話 如果對方遇到聖誕老人的話 就會燒著了 看到嗎 就會燒著了 那會 會疾了大概秒多 會疾了 沒辦法 不及 巴黎大哥妹妹 剛剛玩NBO進了幾間房 我明明限定0080 那個男人不知道做什麼 巴黎再生野猶鬼射陣 因為他們 不是梅台 梅台的話就會發生 魚蛋被你揹 不見人的果物 可能他跑去找了女兒 啪 90一下 其實不是拿來護身 要留意一下 因為他的護身不是太小 所以如果被人打到 不斷攻擊 其實最好的辦法都是自爆 如果自爆不行的話 就用這一下 這樣就走到了 那就留意一下 這部東西很難用 因為他的boost很少 以機關槍來說 這麼少的boost 其實做到的事情不多 那就要留意一下 還有聖誕老人 都要回六、七秒去補 可能不止 這就是他的弱點 而且最主要就是 你一定要很懂得玩這一下 你才會用得好 老實說 我也非常不穩定 我也很不穩定 這個玩法 你也要留意一下 然後他的N格 基本上 真的打得痛的格鬥 就只有這個N格 環格就是這樣 一格再加一踢 BD旁邊一下子 一下子 一下子 這樣就完了 打不到第二 所以還要扣得少 扣84 因為我的板邊才可以這樣 本身是不行 看到你開了才是瘋狂聖誕老 因為我發現了一件事 這個EX有用的 我們稍後說一下EX 說EX和這個 說個 說過爆了之後 他的手榴彈扣法是有一點點不同 有用過的話 其實也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個人而言 這部東西真的是職人向的 因為你一定很了解 什麼時候扣的手榴彈才叫有用 不是我或者你 突然之間玩 或者我這樣有空玩 就可以用得很好 我這個純粹告訴你 這部機器大概是這樣用 但用得很好 你一定是用時間去浸 你要記住 但可以不是娛樂相機看 不要小看這部 是可以很厲害 那留意一下 剛剛就是說 剛剛不是有人說我今天在這裡 不斷瘋狂聖誕老人 因為他開了這三下之後 他開設置之後 可以不斷玩聖誕老人 那 可以有同時教十幾個聖誕老人出現 你們自己跟著 因為我覺得很好玩的關係 我就開EX就不斷這樣 祝大家聖誕快樂 很好玩 老實說真的挺好 看不斷瘋狂 聖誕整堆聖誕老人 不斷放出來 現在我想四個一起玩這些招 很可愛 如果有人想跟我玩就好 但是這樣 可以放十幾個聖誕老人 四條可以放四十幾個聖誕老人 出去 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爆絲才子 爆絲才子 Shining moment 布衣傳廚機 是說CD的時候 不是CD 不是CD 是說GG第一代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概念問題 現在狂撞了三千機一次打我玩 二千機 你看到他只剩下百幾百血 我不是自己後退想讓他先弄 他又跟我一起喉嚼 搞到我給兩目的SM 然後他又留著被威脅給他保命 我二千機打後 又衝不出來打 你試試跟他溝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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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人說 又不會擅長機 先想一下 給幾十個聖誕老人手 留意一下 這部機 如果開了SK 手榴彈 手榴彈由三個變成六個 扔出來的時候 一次過就會扔三個出來 扔法 都會變成三種 快扔 普通扔 還有慢扔 中一下扔會更多 哎呀 沒有了 你要留意一下 如果可以這樣玩 因為炸彈其實是不可以打 簡單來說 除非你360屯 如果不是炸彈是打不到 即是告訴你 如果是你這個位置這樣扔的話 再立刻爆 如果你扔得漂亮的話 基本上是沒得走 就扔一下百多 再加上這一下就有171 那不錯 那手撕也用這一下是很厲害的 你留意一下 會不會放聖誕難 放得厲害呢 那還是那句 武裝就在這裡 但是絕對不是你想用到 不是你想用到的 祝大家聖誕快樂 這部機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因為你真的用技術和時間要慢慢浸 這個沒什麼哲勁 因為你不斷捉別人左右 你不會說你突然間第一天 第一天玩這遊戲就捉得到 沒有所謂很強力的武裝 但是你也知道 渣古是難找的羅馬 還有巴黎呢 巴黎陣和紀念 那在頂頭的位置 就是這些位置扔 我意思是開桌子的時候 在這些位置扔 就一定會中 基本上一定會中 所以如果要應對的話 要看它在哪個位置 有時候它在這個頭頂位 你反而在下面 你前衝衝到下面 反而就會不中 然後這部是小機的關係 基本上它這一下 就是當我辦事 那這一下地不中的話 就沒有了 我意思是沒有 就是它追不到 因為它只有一部1500 你要留意一下 各位食彈快樂 這隻叫出來的那隻 是不是開了三槍 沒有以前放飛彈 你說這個 有啊 有飛彈 兩隻的 但無論是哪隻都 其實你是差不多 你看到其實都是差不多 作用都是一樣 都是用來追 你炸彈打中人才追 除了你無緣無故扔那些飛彈出來 你扔那些飛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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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浪費的 沒有用 那些飛彈很慢 而且完全不追 而且不追 那班人玩 京寶歡樂場套 你說哪班人 你好運 唉 大概是這樣玩 有什麼大問題 記著如果平常打的時候 我覺得電腦是捉不到的 我試試捉一下電腦左右 因為電腦很難捉到 那我來跟女主角來一次拳戰吧 那我來跟女主角來一次拳戰吧 你進了我的Discord嗎 X技 X技是一招 前面有一個類似燃燒彈 當然是燃燒彈 是這樣的 他在前中間中 中了應該打270左右 中了前面270左右 多謝豆腐鋼 又來 今次送十多月 你又送六個不到 不是送一個吧 多謝 你又送六個 你有贏馬嗎 大家留意一下 好 就是這樣用 但是呢 不真的要關掉他 是捉左右 電腦捉左右 是極難的 而且他擋了我的炸彈 就是這樣 那你基本上 一定要先讀到他下一步 是按什麼 這樣才會打得好 就好像現在這樣 那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如果對方是很難互相理解的話 那就很難 很難才可以捉到他 那就是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不斷在這個位置 不斷地丟這些東西 難中呢 那就用另一個 那因為呢 炸彈是露露得很快 嘩他竟然不難 我們試試拿這個 什麼鬼的手去死 嘩 中了 為什麼玩聖誕老人手去死 哎呀 吃了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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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你現在彈起來的話 就可以立刻這樣做 那其實呢 沒有什麼人會用S角 玩牙的S角 那通常呢 都是用E角或者F角 因為如果用F角的話 那可以暫時令到自己的 機動力高了 因為這部機動力太低 這部機動力實在太低 那所以呢 F角呢 是有他的好處 那如果E角的話呢 就可以做一個 呃 發 即是彈起來之後 立刻再扔三顆菠蘿 我們 這樣就有用 一般就E角或者F角 那 色隨轉變 看你自己的性格 那你也知道呢 那我用F角比較低 我通常都用E角 因為可以彈起來 過來吧 聖誕快樂 對 對 這部機動力很厲害 這部機動力很厲害 對 這部機動力很厲害 但是你要打 一定有人在前面遠 看不到你不斷扔 這樣才有用 對 哇 被炸彈人炸神 有啊 恭喜犯蟲 哇 不知道 唉 快到聖誕禮物 那大家聖誕快樂 那今天豆腐港呢 就是聖誕老人 當然要留意一下 GVG那時候呢 這部機動力呢 本來呢 我不會覺得它全 但是它呢 打電腦的一流 因為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童年呢 GVG呢 以前在機店都有的 那以前的GVG呢 在機店的時候呢 那呢 打電腦也是這樣 那所以呢 如果呢 你真的要闖關 我記得GVG第一代呢 最後是不是打什麼 惡魔高達的嘛 是不是惡魔 就是 G武鬥轉 最後那隻大腦 那呢 要打到那個位置呢 之後那些電腦 都是很變態 因為以前的GVG呢 除了設定難度最高 設定難度最高 設定難度最高 之外呢 被人打一下三個 你打人就怎樣都亡死人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用這個炸彈渣呢 不斷在別人手撕 用那個炸彈手撕 就非常有用 那好像我們這些 不懂打人的那些 就會用這個方法來玩 觸手高達 有沒有見過巴黎贏的畫面 剛才他贏的 魔鬼啊 sorry了 魔鬼高達 我自己搞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千五渣古的高機 要留意一下 那就是這部機有趣的地方 那就可以玩一下炸彈 有些打人就像 我不是TB的艾美翁 哇很多位 大家都是 有得玩巴黎 是不是真的巴黎翁 我看一看 那關GVG GVG真的 全都不死 真的 我們真的進去一起玩 現在玩兩次 對 魔鬼高達 當年是很難打的 我已經忘記了怎麼玩 我已經忘記了怎麼玩 巴鐸U69 有 怎麼會派到那些豆腐幹 你派那麼多 大概是這樣子 有些时候你大概猜到他是什么时候要去哪里走 例如这样的样子 你大概会捉到 但是这些真的是一个经验 真是经验 真是经验 像这位朋友这样就真的不太会用 这两位朋友只知道今天要纪念巴黎就应该不太会用 那经验 这个经验 他们不懂得用的话我就对我有理 只要用橫隔打就不可以用 你留意一下我自己丢不中一次就立刻武器落地 是不是在 那要吃蛋 我丢不中人就要付出毒 那这部机就是这样 哇爆炸 就祝他们吃蛋饭吧 Merry Christmas 大概是这样用的 大家记住了 抓人家左右 知道什么时候走左 什么时候走右 那才会用得好 圣诞快乐 大家 用隔机不会打 对啊 我记得加一加一加一加 不舒服 那这部就是所谓的炸弹沙 真的有兴趣的 可以 呃 怎么说好呢 要练 要对这部游戏很熟悉 才会用得开心 用得厉害 要打爆两个势头才会打到中间管体 那时候打了街机更新了个Time Attack才爆 不 我本身都爆了 但我已经忘了怎么爆 每个都是站立大地上的高等 聖弹工 多谢豆腐光 做一次 知之有两种炸弹 其中一种是大爆风炸人 中了两种都用狗 知之我觉得最好是他的合体技系统 我当年是机人所行 所以没有用 啊 你原来说 知之在香港无良机堡 DN8 GV02 草力剑300 对啊 我还记得这一盒 多年的GCore Silver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真的不合体 加不加阿力士 都可以 不过现在晚了 免得搞这么多 那 聖弹花落啦 TOM 大型聖弹六人成四 最惨是 知之第一代没有Step Can 很容易被魔鬼高辣烛 整个场都会陷阱 我记得他有一招 你要飞到很高才能走 因为当时没有开盾 用来撞自己多一点 那有没有问题啊 因为这个都叫每一机 那 因为我做demo是没有意思的 刚才已经做了一次出来 我这个demo是没用的 因为这部机真的很好吃你的经历 你打完后才能用到 不是新手玩的 有没有问题啊 那我这些都是用到型的 真的强强对战我应该用不到的 讲了EX啦 我是没有给你们看到扣了多少 没有那个EX 那我叫Alex 叫Alex 我告诉你们 基本上是 如果红鲁的话 向前扔 他会有火柱 大概有6条左右 红鲁位置扔到 刚刚没有 重了的话 应该扣260左右 扣260 对了 260 嗯 其实作用不太大 因为你开战时 你还是扔炸弹多 你不会只开了一块 除非你真的要攻击力 因为那部东西都能打到200 否则其实也是靠这下 跟一个炸弹一起过 其实这样炸弹还挺厉害的 你要记住飞飞下 那时候这样炸弹 你面前突然爆个黄色位 人家想要帮你冲 你突然炸弹 老实说 老实说 那当然 如果你这样前冲炸弹 那你走开一点才炸弹 不过别人不会这样等你 那我就告诉你 香港真的用这部东西的人 是不到的 真的会适用一下 娱乐一下 大家都是 我未听过街机人 这部 我未听过街机人 但是你说适用的话 我这些什么机都玩一下 就会适用 那都是留意适用 打魔鬼高达 用渣改加六高组合 我真的不知道 大概是这样 好 拜拜 应该没什么特别 没什么漏 好像他有个派生机 抱歉 抱歉 还是我搞错 没有 我搞错 对啊 日本仔玩得很厉害 所以才好玩 在日本 明白吗 因为日本很多职人 很多职人 用职人机 才开心 我想问一下EX技能不能教 还是一条直线 是一条直线 不好意思 我没有记错 不能去左右敌 一定是一边敌 我做一次 我没有记住 那时有些电脑 好像叫EX技四年 难到神奇 失走一次 这样扔 这样扔根本没得走 你看到刚才 因为本身的渣故 已经欠缺机动力 那你还要这样扔 他走不了 当然 他不知道我在捉他左右 因为对面的巴黎 可能他没有怎么打 也不懂用巴黎 即是不懂用这部渣故 也是一个问题 对 EX技少了10 隔机 直接可以收 记得第二关开始 喂 这些已经不乖 之前GZ有后隔头缀 我都没有 这个 有圣诞老人还想点 即 圣诞快乐 棒 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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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没有三个人跟我一起 去玩这个 我告诉你 我想点 我告诉你 那 EX算数 AB已经足够 OP 拜祭 不是叫OP 因为 打中 都打不到两个 炸弹 打中 你都打不到两个 有180 160 180 如果你要攻击力 你都要扔中 那里266 但你不要期待 这部的输出会够高 即是突然之间 可以有很大的输出 又不会有 刚才我说什么 我不能记住 什么断了 不要断 我看他们用渣 改额头 转到对面走 因为对面 不懂得玩 意思是 你要用过这部 你会知道 什么时候扔什么 你相反方向走 就行 他不会扔你 相反方向 每个人都猜 你扔那边 像用小鸟 那样 左右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 抓你左边或者右边 一定会抓到你 上去的 你反其道而行 就没人搞到你 我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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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担心 你不停